老師都說我是練習型選手 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 然後練到手會破掉 怎麼會那麼辛苦 我是男子做得不夠好 自己可能沒有辦法 一百多個人 怎麼可能會是國瘦 就會突然沒力 我還不夠 還是輸人家一大堆 有時候失敗 自信心會下滑 天花了12個小時到14個小時 練的都沒有效果 所以我算是忠實下來 我想要有一個可以證明自己的機會 練那個神結 就是很酸 然後我爸都會幫我按一下手 那老師都陪我們陪到很晚 然後就是他在旁邊背課 後來越練越有興趣 沒有 我沒有想過放棄 就是我神結沒有突破的時候 然後老師會罵我 然後我哭 然後一整天都沒有跟老師說話 一定要主動出問老師問題 為了這個夢想 我就繼續堅持下去 有夢想就要勇敢去實現 相信自己 蠻喜歡做樹殼 我覺得很好玩 一定能做得到 每天睡起來就是一條活絨 持續的努力是很重要的一個要點 專業技術的堅持 熱忱 就是我們選手真正的核心價值 我想要靠比賽來證明自己 因為在比賽之前 我是一個只會打零攻的人 比一場即使沒有成功 但至少有過程的比賽 對 最後一刻 是誰第一名還不一定 你努力一定會有機會成功 當下唸到我的名字 其實很不可思議 很不敢相信 就覺得很像在座落 有想要放棄的念頭 但是因為堅持下來了 所以我才有現在的這個名次 我還滿不敢自信的 還不可思議 就是很開心 就是自己的付出中有說過 在講那一刻 我覺得我得到不是一個獎項 我得到是一個知識 我得到是我一個 專業能力的展現 然後那時候我訂獎的時候 就是崩潰大哭 就是現在自己想要超越的心 那這些經歷只有自己才知道 唯有努力過才知道自己值不值得 我第一次知道什麼是喜極而泣的感覺 我第一次知道什麼是喜極而泣的感覺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